第703集 黑黄转身望向虚空中 看着那宗高大的身影自语道 果然有大气魄 没有夺到果 却相助了一把 叶凡暗中传医 多谢前辈传医之恩 也谢这次出手相助之德 我无以为报 得知一处可能有完整形自觉的地方 他这几日向王神医请教 间接了解到 北域丽州那个古老的家族 得到的九密之一 很有可能是形自诀 而那个家族留下的古卷 只引向圣衙 说明他很有可能 得到了形自密了 不过 那里可不是什么善地 不有大地震文 连赤龙道人都被困了一千五百年 纵然是大黑狗这些日子 都在犯嘀咕 如今他遇到老疯子了 绝对是大员 想请他同去 一起到圣衙寻九密 同时也算是为了报恩 果然 老疯子空洞的双眼 闪烁出两道光滑 但又快速消失了 并没有任何表示 叶凡传音 形自觉在圣衙 他告诉出确切位置 如果对方不愿意去就算了 他是无法勉强的 无声无息 老疯子消失了 再也不见踪影 那可是神徒啊 有天玄的不传之密 竟然被我们见到了 可惜却不能得到什么 李黑水无比的遗憾 叶凡问道 奶奶 你怎样了 奶奶没有什么呀 就是觉得 好像能记住好多东西了 小家伙乖巧地答道 说着揉了揉自己 没心的七才小亮点 耍的一声光滑一闪 老疯子又出现了 乱发遮盖住了容貌 跟在叶凡他们的身后 显然要同行 挖出来这样一尊神人 在东方横着走都行了 李黑水心中巨跳 差点跳起来 他虽然在暗中传音 可是老疯子 像是能够听到一样 扫了他一眼 叶凡他们一行 离开了天玄遗址 告别了王神医 目标乃是圣衙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 一只大狗 拖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一个披头散发的 高大中年男子 容貌不可见 一个黑不溜秋的猛男 一个人畜无海的清秀少年 几人走在一起 看起来相当的怪异 叶凡没有让大黑狗刻道文 横渡到圣衙去 严承耀一路走过去 李黑水叨鼓 夜黑呀夜黑呀 他很快明白了叶凡的心思 如今有一个无敌高手在深判 如果直接横渡虚空 实在对不起疯老人 大黑狗那也是一肚子坏耍 忽加虎威 如今这样一个六千年不死的人物在身边 他决定要好好利用 远古杀兽神朝 人世间 你们不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吗 有种的话 来吧 那些圣地还有无上大教想试探的话 也放马过来吧 我真希望 那些不开眼的家伙都一起撞上来 大黑狗呢暗自叫嚣 心情是爽到极点 刚走出大荒 就到处上赶着和人打招呼 恨不得立刻惹出几个圣地来 叶凡他们走出大山 来到了外界 第一时间就引起轰动 因为十四日已经过去了 他居然还活着 那不是圣体吗 神医说他不足半个月的寿元了 他居然又出现了 难道他真的自占了修为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凡人 这下有意思了 也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来杀他呀 东荒广袤无边 原始地域上百万里都不见人烟 人族聚集地都比较集中 一般的城镇都相连 成为一块凡省之地 中部地域 十大古城为十个不同的中心 周围的地带聚集了大量的人族与妖族 无比的密集 叶凡他们出来后还没有进入众城 在一座普通的古城就引起了人们的热论 不用猜了 绝对自占修为了 他现在成为一个废人 有谁上去试试他 如今境界如何了 叶凡他们这一组合太奇怪了 大黑狗与小男男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 纵然以前没见他们也能猜出 哎 那那个劈头散发的中年男人是谁啊 乱发都将他脸挡住了 也太不讲究了 有人盯着老疯子 根本没有将他当成一个高手 每一个人都在关注 全都在议论 圣体还活着 可能自展了修为 这则消息呢 像是长了翅膀一样传了出去 不久后 叶凡他们来到了优越古城 他为东荒中部地域 十大名城之一 距离天玄遗址最近 在这片地域的中心 无上大脚 妖族的古老世家都有不少 散布在周围的名山大川街 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 想试探叶凡的身体到底如何了 对面走来几名年轻的男子 全都带着笑意 其中一人很随意地拍了拍叶凡的肩头 哎哟 这不是圣体叶凶吗 听说你身体有样 不知如今可还好啊 你们是谁 我们认识吗 我们啊都是一些散修 叶凡哪里识的呀 你们是子府的弟子吧 叶凡眉头一挑 连子府圣子都不敢这样 随意拍他肩头 这几名弟子 还真是将他当成了 自斩修为的废人 你 你怎么知道 这几人都心头一跳 他们多少有些不安 看你们眼中内孕子华 一定是修炼紫棋东来的圣体门徒 几人放下心来继续问 叶凶大难不死 不知如今可否复原了 修为半废 勉强能活下去吧 是吗 这可不是好消息啊 其中一个人 露出笑意稍微加厉 向叶凡的尖凡的肩头拍去 你 活腻歪了吗 李黑水直接抓住他的手臂 砰的一声将他扔了出去 你 什么意思啊 子府的那个弟子当场翻脸 怒声赤道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你们是欺负叶凡如今修为半废 才敢如此无礼吗 哼 子府圣子为我等师兄 我等为圣帝门徒 难道还不配与叶凶论交吗 叶凶也不过与我等同辈而已 难道还需要我等仰视不成 另一个人一讥讽 在得知叶凡自斩修为后 他们根本不在乎了 半个月前 纵然是你们的圣子都不敢如此无礼 若是叶凡鼎盛时 你们敢这样大模大样的来试他吗 哼 圣体还真被神化了不成 有人冷笑 面带轻蔑之色 更有人以微不可闻的声音说道 凤凰落毛不如鸡 都成这幅模样了 还以为有什么威势不成 你们废话真多 不就是觉得叶凡半废了吗 我奉陪你们好了 黑黄叫嚣 紫府圣子的师弟了不起啊 你们一起上吧 紫府圣女曾被叶凡镇压 传出先天圣体倒胎可能会出事 这让紫府圣子恼怒无比 因为若无意外 圣女是要嫁给圣子的 他的师弟此时自是想为其出气 所以呢 这些人都很不善 优越古城 距离紫府圣弟很近 他们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好狂的狗啊 剥了他的皮 昔日他不是整天叫嚣吗 今天圣体都废了 看他还有什么异章 紫府的几名弟子 修为都不弱 冷笑连连一起向前逼去 准备当着叶凡的面 拿大黑狗开刀 大黑狗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祭出了一片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场将它们围了起来 星辰时 神邪徒等闪耀光芒 封住了天空 无知小辈 以为是紫府圣子的师弟 就可以横行无际了吗 本黄敲打敲打你们 你这死狗能奈何我们吗 可是 几个人接着就变了颜色 周围景物大变样 一切都迷蒙了起来 所有人都被疯困了 不久后 震文中传来啊啊的惨叫声 紫府的几名弟子都被放倒了 李黑水二话没说 冲进去 都给拎了出来 抬起大脚丫子 一顿狂揣 至此 我 猪我 交代 到这里 每个人都被换了